李靖怡議員 只能透過司法訴訟獲得許可之後 才可以進入懷疑滲漏員的單位進行檢測 以及要求業主去履行維修或者賠償的責任 而當該程序是相當繁複的 樓宇滲漏水入屋欄的問題一日不去解決 一定會影響中心的處理成效 而根據房屋局的統計資料 截至到今年的11月底 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 共接獲了16467宗的個案 而14857宗已經完成處理的個案裏面 有2130宗個案是屬於經過協調 但是業主不履行維修責任或者合作義務的情況 佔了已處理個案裏面是14.3% 法務局部門早前已經表示 會透過完善民事訴訟發展的相關規定 簡化程序提供訴訟的效率 亦都折省訴訟的資源 以更加有效和快捷的方式去處理 包括樓宇滲漏水 糾紛在內的一些民生爭議 而房屋局局長山禮道 在5月回覆議員的書面質詢時候 亦都曾經表示 在了解到其他地區的民事訴訟法律制度 停取司法機關、律師公會 和相關業界意見之後 都將會爭取在2018年 將立法項目立入正式的立法程序 不少的區民都期望 當局是能夠盡快完成有關的修訂 從法制上面提供一些可行的機制 協助深受滲漏水問題困擾的居民 去解決這個入屋欄的問題 而另一方面 現時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 由於個案非常之多 它在跟進和出這個報告 需要很多的時間 有關的效率 是未能夠回應到居民的期望 中心在完善處理流程 提升效率的同時 亦都可以借助市場運作 去分流部分的個案 縮短檢測時間 避免個案的積壓 例如政府部門正和社團合作 一些樓宇滲漏水檢測技能的課程 已經有多期學員順利畢業 對於一些具備有樓宇檢驗收 以及結構檢測技能和經驗的學員 其實房屋局是可以 徵得相關人士許可知下 將他們從業的資格和聯絡方式 公開上載網頁 讓居民有多一個渠道去尋找 具有這些相關技能和資格的人士 既有助於分流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的壓力 同時亦都讓到部分有能力 和有迫切需求的居民 可以多一個選擇 以更快捷的方式 去解決樓宇滲漏水的問題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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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